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荷兰的朱家义同修与我们分享 曾经严重忧郁恐惧 自杀进入精神病医院的朱同修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奇迹康复 学业事业有成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魔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诸佛菩萨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 慈父卢君洪太长 感恩所有全世界来祝援荷兰大法会的法师 以及佛友们 怀着无比感恩的心 今天在此分享我的学佛经历和感受 在分享过程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恳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让更多年轻有缘的人相信佛法 早日走进佛门 离苦得乐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感恩大家 我来自荷兰 今年22岁 我出生在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富裕的家庭 小时候我成绩还算优异 事事都比较顺利 但是因为自己的放纵以及身边的环境 让我染上了不好的习惯 经常爱去酒吧 抽烟 喝酒 每一天都是玩到早上才回家 我在2012年被父母送去新加坡读书 到了新加坡以后 我突然间整个人都变了 变得非常颓废 长时间抑郁 精神紧张 因为长时间的缺情 学校老师向我了解了情况 老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当时医生诊断我为轻度抑郁 并给我开了治疗抑郁症的药 但是后来病情越发严重 到后期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每天把自己关在宿舍里 不敢见光 甚至有过多次亲身自杀 并被送去医院洗胃的经历 后期被诊断为中毒抑郁 焦虑以及惊恐症 并因为自杀 而被送进了新加坡精神病院 我在医院里被关了两个多星期 在医院里非常恐怖 当时我才16岁 正处花季年龄 这样的打击对于我来说 简直苦不堪言 每天必须靠着药物 维持住自己正常的状态 我的妈妈通过朋友 了解到了心灵法门 并幸运地走进了心灵法门 通过运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经过一年多不懈地努力 妈妈通过许愿念经放生 终于成功地把我的病 一点一点地变好 我也慢慢地可以减少药物 甚至到最后不用药物来维持 在2016年 我有幸参加师父的澳门法会 并幸运地被师父看了图腾 师父说我身上有灵性 需要两千多张小房子以及大放生 通过菩萨和师父的加持 以及妈妈的帮助 我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 我觉得我得救了 我开始自己做功课 许愿念经放生 我身体上也有了许多好转 之前我生病的时候 那一两年我都没有来过例假 家里人带我去看了各种中医 西医都无法医治 医生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这么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会有这样的情况 通过念经许愿放生 奇迹出现了 不知不觉我的例假就正常了 整个人的身心都很舒服 不会再有以前的恐惧感了 三大法宝真实不虚 请大家一定要相信 菩萨就在我们身边 只要信 愿 行 菩萨一定会慈悲地救度我们 因为之前生病 在新加坡三年并没有取得任何学历 当我回荷兰的时候 我没有学历也没有学可上 但是对于那么年轻的我来说 我不能荒废自己的前程 真的是菩萨慈悲 通过许愿念经放生 我居然被阿姆斯特丹经济大学录取 这一切对于我来说 简直就是奇迹 除了我的学业以外 我还自力根深有了自己的小事业 一切都非常顺利 真的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君洪台帐 没有菩萨 没有师父 就没有今天的我 是菩萨 是师父救了我的生命和会命 经历了如此大的打击 通过学佛念经 如今我可以以崭新的面貌站在这里 只有满心的感恩 以及满满的幸福感 我从佛法中真正学会了感恩 懂得了因果 现在的每一天都能够积极乐观的面对 我知道还有很多同龄人和以前的我 有着类似的经历 希望我的分享可以帮助到你们 愿那些还在佛门外徘徊的有缘人 早日离苦得乐 我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了 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慈父卢君洪台长 感恩我的妈妈 感恩无私帮助我的师兄们 感恩大家